阿众,天龙八部护法众,华严经,对于这些大众说得多,说得详细,说十类大众,这个经虽然没有细说,可是意思是圆满,也像,华严经,所说一样,在这个大会当中。 在以人天诛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宅中者,付主于辱。 在,跟我们现在用,在,意思完全相同,古时候常常用这个写法。 在,就是在一次,前面已经主父,现在在一次的父主,唯恐他把这个事情忘掉。 人天诛众生,这是指六道众生,未出三界,专门指六道一切众生,在火宅中,火宅是比喻,佛在,法华经,上所说,三界火宅,火是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因果循环,苦海无边。 你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的时候,在造恶因,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这一类的众生非常可怜。 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特别指六道众生,要把度尽六道众生这个责任交给的藏菩萨。 佛为什么交给的藏,而不交给别的菩萨? 这个原因在前面已经跟诸位说过。 的藏代表的是根本法,根本法是孝亲尊师,如果不能孝亲尊师,其他任何法门都用不上力,所以佛的付托,那是非付托的藏不可,道理在此地。 无令是诸众生,堕恶去终,一日一夜。 这是世尊的悲心,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之中,多久。 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 众生堕落三图,真教自作自受,佛虽然有悲心,看到他也无可奈何。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不听教会,不肯听劝道,那有什么法子? 佛劝众生,魔骗众生,正是所谓一切众生听骗不听劝,跟着魔走就往三恶道,跟着佛走才有出离三界的机会。 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 何况更落五无间,即阿比地狱。 动经千万一劫,五有出奇。 这是佛在此地讲,佛决定没有妄语,堕落在无间地狱时间多长。 千万一劫。 三善道里面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知道,非想非非想天寿命也只有八万大劫。 这么一看我们才真正明白,六道众生如果不能出离三界,决定在二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 堕落无间阿比地狱很容易,造罪业,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不孝顺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合合森,这都是无间阿比的业因。 我们冷静观察这个社会,现在造这种罪业的人有多少。 五逆十恶,十恶业,生,造沙,道,饮,口,望雨,两舌,恶口,起雨,义,贪,甜,吃。 谁不造这些业? 我们虽然学佛,天天拜佛,天天念经,如果我们的身与异三叶依旧不善,还是要堕落,决定不是说拜佛念佛的人就不堕三恶道,大家看看灌顶法师在念佛原通章书抄,里面,末后所说念佛一百种果报,这一百不同的果报。 第一条就是地狱,念佛人怎么会落到地狱去? 我们的好好的想想。 这就是古人讲,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心里面是忤逆十恶,口念弥陀有什么用? 还是要堕无间阿比,这是我们要晓得,要警惕。 一个人真正想修学,从心地上下功夫,对一切众生决定没有恶意,什么叫恶意? 十恶的念头任何一条都是恶意,决定没有。 忤逆十恶的念头没有,我们才能够保住人生,念佛求生净土才有指望。 这桩事情虽然说难,但是人人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 儒家也教人,刻念作圣,念是妄念,就是忤逆十恶这些念头,你能把这念头克服了,你就是圣人,在佛法里面刻念就作佛。 我们晓得这些东西是无始节以来的烦恼习气,因为习气时间太久,力量很强,时时刻刻会起现行,我们很想克服它克服不住,佛教给我们法字很多,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方法,这么多门禁,无非都是克服妄想习气的办法。 这么多方法理念对我们来讲,最方便,最舒胜,最简单,最容易无过于念佛,念头才生就立刻转成阿弥陀佛,这个样子就叫做功夫得利,决定不让二念生起,第一念生,第二念就转过来,这叫念佛人,这个人叫会念佛。 久而久之功夫得利,功夫得利是这些挂念不起现行,夜席种子并没有断,是你功夫得利妄念不起现行,这样的功夫在念佛法门里面就称之为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的意思, 这句佛号确确确实实能够降服烦恼,能够把习气控制住,佛经上讲有这样的功夫,你就决定的生净土,这叫代业往生。 净土经里面虽然说有四土三倍九品,我们明白不要在意,对于这些事情明了是智慧,不起分别执着那是你的功夫,如果你精精执着这些,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低,你的烦恼习气还是很重。 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绝不把它放在心上,对它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你的心多清净,心净则佛土尽,你往生的品位就高,道理在此地。 何况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特殊修学环境,跟十方一切诸佛差土不一样,一切诸佛差土在世相上确实是不平等,可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凡胜同居土的菩萨,跟十报庄严土的菩萨在一起听经,这确实我们在经上没有见过, 他方世界没这种情况,这是显示西方极乐世界的平等。 虽有似图,似图合在一起,里面没有格爱,没有间隔也没有障碍,似图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诸佛所谓男性之法。 我们讲到这些地方,常常用一个浅静的比喻让大家去体会,就好比我们在学校上课一样,一般的学校不同年级一定分开来上课,一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在另外一个教室,三年级又在另外一个教室,不相同。 极乐世界情形很特殊,幼稚园,小学跟博士班在一个讲堂上课,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很特别没听说过,各个不同程度都在一起上课,这叫平等法界,我们一般学校,大学跟中学绝不在一起,中学跟小学也不在一起,不平等,它是平等的。 虽是平等,个人程度确实不一样,譬如说都在一起上课,一个教室,十报土的菩萨看阿弥陀佛报身,凡圣同居土看阿弥陀佛应身,不一样,看佛的相好光明也不相同,但是在一起,佛并没说现两个相,佛是一个相,个人看法感受不相同, 但是决定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境界。 所以诸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很有道理,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爱护到极处,这才是真正的究竟法,离究竟苦,的究竟乐,这才是真正的圆满。 请看下面经文,的藏。 这事又叫着地藏菩萨。 凡是叫名字决定有很重要的开示,叫名字特别提醒他。 是南岩福提众生。 南岩福提,就是指我们地球,佛在这个地区出现,对这个地区的众生特别的关切。 自信无定,习恶者多。 纵发善心,虚于击退。 若欲恶缘,念念增长。 这六句话,佛把我们世界这些众生的病根诊断出来,这是我们的病根,我们要知道。 自信无定,这一句尤其是重要,智,可以说他的愿望,性,可以称作为性格,无定,是变化太大,实在说念念都不同,佛菩萨遇到这个众生也难度,自信无定就是心思散乱,我们一般人说这个人没有主意,没有主宰。 而且,习恶者多,习,是习性,习性恶多善少,我们在如书里面看到,孟子说人性善,循子说人性恶,这两个人都是贤人。 人的性到底是善,是恶。 佛法里面讲恶多善少。 圣人讲法比他们的确是高明一点,孔老夫子讲法跟他们不一样,夫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孔子说讲的性是讲真性,真性一切众生是一样,没有差别,真心本性,性相近,习相远,习性。 所以孟子跟循子讲的性不是真如本性,是讲习性,习性我们今天讲习惯,习惯成自然。 习性不是这一生养成,生生世世,所以烦恼佛家讲有,聚生烦恼,你生下来就带来的烦恼,不是你这一生学的,是你过去生中的习气,这就叫习性。 习性决定是恶多善少,诸位读过,百法明门论,百法里面跟我们讲烦恼,烦恼心所有二十六个,给我们讲善心所只有十一个,你看谁多。 十一个善心所,二十六个恶心所,恶多善少,何况恶的力量强大,善的力量薄弱,所以一般人遇到善法,纵发善心,虚于击退,很难保住,遇到恶法,他,念念增长,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 遇到善法,善心所太少,力量薄弱,不容易保住,为什么恶法他会增长? 恶心所太多,力量强大。 由此可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好。 也来听经,也来念佛,可是不多久又听说他去学外道,学其他法门,什么原因? 道理就在此地。 虽然有机会接触到善法,他的善根薄弱,不能够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知道这个现象是正常,如果接触善法他不退转,那是很不寻常,真正是千万人当中难得有那么一,两个,他能不退转。 遇到恶缘他不会增长,遇到善缘他会增长,我们就晓得这种人善根深厚,这种人在一生当中,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决定成就。 所以这六句话,是尊对严福提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做一个种的诊断。 我们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真正要学法藏菩萨,我们要,助真实会,助真实会,智性就定,如果不助真实会,智性怎么能够定? 所以一般人建议思迁,无足怪也。 他置信不定。 唯有助真实会,真正懂得如教修行,决定远离世间明文立养,五欲六成,我们才能保住这一生决定成就。 事法能影响人,能诱惑人,我们要清楚,要明了,要看清楚真旺虚实,善恶是非厉害,样样都能辨别清楚,自己就明了我们应当走哪一条走。 最近礼墓园居室,这是真正的菩萨,不是普通人,发心要办佛学院,好事情。 如果这个佛学院要受世间这些法律框架的限制,我们要符合法律条文去做,诸位想想你能不能超越三界? 能不能在经典上误入? 很难。 试法的教学跟佛法教学完全不一样,试法教学的目的是教你获得技能,佛法教学的目的是教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相同。 试间法是教你学,广学多文,佛法的教学是教你定,它试道,连老子也懂得这个原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所以它不是同一桩事情,佛法试道,是法试学。 学这是越多越好,增长你的尝试,所谓学时,你要广学多文,佛法修道,道要一门深入,你才能得定,才能开会。 佛法自古以来,没有听说办佛学院,甚至于办各佛学班都没有。 佛学院,佛学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清朝末年才有,欧阳静吾办内学院,厦门办闽南佛学院,太虚大师办武汉佛学院,清末明初才有,以前没有听说过。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释奖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没有开佛学班,也没有办佛学院,天天在教学。 从前教学方式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私俗,虽然没有今天学校这种组织,可是代代都出闲人,高森大德每一个时代地区都很多,佛学院开办之后,从佛学院里面出来的高森大德就少,远远不如古时候。 过去有一年我在香港讲经遇到眼陪法师,我们也很少见面,他到香港去参访,香港那边法师接待他,陪他一同去旅游,包了一个巴士,那一天我正好碰上,我也就参加。 车上有不少是他的学生,眼陪法师很感慨地对我说,讲佛学院,他说真正现在在各地讲经说法的法师,都不是佛学院出身,他指着我,包括你在内。 我们接受的是私俗教育,不是学校正规教育,我学哲学也等于说私俗教育,不是在学校哲学系里面读的。 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在他家里,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上两个小时课,学生只有我一个,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们这样学出来。 学佛法也是如此,最初三年我亲近张家大师,也是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接受张家大师三年的教导,以这个基础以后到台中亲近礼禀南老居士,跟他学讲经说法。 所以佛法的教学是各特殊的教育,他的方法跟世间不一样,目标也不相同,效果当然也不一样,他所求的是智慧得能,信德的流露,依照佛法经典里面来讲,他修学的课程就是界定会三学。 借学是教给我们如何处世代人皆物,会学就是教我们看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定学就是教我们放下,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心,所以这个教育我们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却确实实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了。 世尊医生以这个理念,这个宗旨教导学生,以后世世代代高僧大德都秉承佛的教会,不违背这个宗旨,留步佛法,教化众生,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在这个时代怎样能够融合世间教学的规则,又不违背佛陀教学的宗旨,这个佛学愿才是尽善尽美,而不至于走向佛学,走向佛学我们失败,那是把佛法当作世间学术来研究,得不到它的实用。 我们要学佛,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学佛会成佛,佛学不能解决问题,学佛才能解决问题。 底下世尊接着说, 以世之故,无份是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 这一句是世尊为菩萨做一个榜样,释迦牟尼佛也是以无量无边的分身硬化在世间,硬以什么身的度,他就献什么身,应当给他说哪些法门,佛就给他说哪些法门。 诸佛菩萨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 我们想象当中一定很多,为什么? 现在世间众生有难,佛菩萨慈悲心特别恳切,一定很多,他不暴露身份我们不认识。 中国古籍里面所记载暴露身份的人不多,几个大家比较都知道, 我们晓得寒山,识得是文书,普贤化身来的,阿弥陀佛再来,我们晓得永明严寿,这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阿弥陀佛再来,风干和尚,这是当年国清寺,这是阿弥陀佛再来。 释迦牧陀佛再来,听说,传记,里面记载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阿弥陀佛还有善导大师也是,这是净土宗第二代祖师。 近代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宋朝时代,南朝的时候不带和尚是弥勒菩萨再来,这是现在大家熟知的几个人,身份暴露,身份不暴露的人多,太多太多了。 世尊做一个榜样,佛再来也适应以什么身的度就是现什么身,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教化众身是很活泼的,不是一个死呆版的方法,一定要懂得应激说法,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这个法多活泼。 再看底下经文 得藏,无精殷勤以天人重,付主于辱。 再教着,特别说,殷勤,语气一次比一次重,一遍比一遍恳切,将六道这些苦难的众生,付托给你。 你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一定去帮助这些人。 未来之事 未来,是指示尊灭度以后,我们现在就是他称的未来之事。 若有天人,即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晓得天人是善,秉实善业而升天,所以天人是善多恶少,越往上面去越善。 欲戒天还有一些恶念,到色戒天禅定功夫生,恶欲的念头完全被降服住。 以及世间,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很低,不高。 下面说, 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杀一体。 死的的善男子,善女人,跟前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标准不相同,这是我们读这个经文,每一段经文里头的意思它标准不一样,这个地方的标准最低,在佛法当中种少善根,极少的善根。 底下是比喻,一毛,毛是我们汉毛,正报里头最小,一尘,一报里头一粒为尘,一粒沙,一提,是一滴水,都是形容少。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佛法当中,种这么少的善根,你也不能够遗弃它们,这是佛主父的藏菩萨,我们深深相信的藏菩萨,决定是依教奉行,决定不会被弃世尊的父主。 于是我们的大安慰,我们虽然善根不多,但是此的说一毛一臣,一杀一提我们有,这一点都不假。 我们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败,那就是种善根,德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 德藏菩萨没有办法照顾,那就是我们欲恶缘又念念增长,这就没有法子。 这是地藏菩萨无法照顾,德藏菩萨也会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听教会。 如果我们从这一点点善根能够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护念,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言经会开悟,我们念佛功夫会得力,我们断恶不会感觉的很困难,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 我们修善能生欢喜心,这些我们细细想想,何尝不是世尊在天宫对地藏菩萨的嘱咐。 佛灭度之后,德藏世代佛,佛灭度之后正法,相法,末法,在这三个法运时其他世代理佛,将来世尊法运在世间消失,一万二千年过去之后消失了,一直到弥勒菩萨下身世现成佛之前,这个时间很长。 以我们世间来计算五十多亿年,众生很苦世间没有佛法,都要仰赖的藏菩萨来帮助,要靠的藏菩萨来教化,这是世尊在这个法会上对地藏菩萨的付托。 德藏菩萨承担这个使命,一切诸佛菩萨都来协助的藏菩萨,都来帮助他,成就度众生这一桩好事,为什么诸佛如来,诸大菩萨都来协助的藏菩萨? 因为诸佛菩萨对度化众生是共同的宏愿,任何一个人来主导,他们都非常乐意的来配合,决定没有极度障碍,只有全心全力来成就,是法里头还常说成人之美,何况这桩事情就是诸佛菩萨本分的事情,哪有不尽心尽力去协助的道理? 凡夫之鉴不一样,凡夫是,这是他做的,与我不相干,这凡夫之鉴。 我们要问他做这桩事情,是不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不是也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 如果目的既然相同,那有什么分别? 何必在这里分自分他,分自分他障碍事业? 如果要晓得这桩事情是共同的愿望,共同的事业,自他就不二,他做跟自己做事一样,实在说他做,我们自己更应当欢喜,有人在做我们自己省心省力,我们从旁全心全力协助,就是圆满功德。 所以诸佛菩萨的想法,跟凡夫的想法不一样,凡夫的想法,这个事情一定要属于我的,才肯认真去做,不是属于我的,那种热忱就减退。 虽然佛教导我们随喜功德,随喜总不是圆满,这是凡夫错误的思想,错误观念,障碍了自己积功累得的机缘,不知道他的成就,就是自己圆满的成就,所以总是不能够尽心尽力去随喜。 归结到根源还是智慧不开,没有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还有分字分他,分字分他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能放下,这是造成积功累得修学上的重大障碍。 正因为如此,所以诸佛菩萨极力地劝导我们要读诵大臣,道理在此的,教导我们要清净善知识。 善知识在哪里? 大臣经教旧事善知识,古来祖师大德这些注解旧事善知识,我们常常读诵,时时体会,依教奉行,这是真正清净佛菩萨,清净善知识。 现前知识之中,这个知识正如古德在注解里面所讲,知,是我们知道有这个人,文明,文明还没有见面教之,时,是我认识他,曾经见过面,这叫时。 凡事之识,当然都是我们自己对他很羡慕,很尊敬的这些人,他有值得我们尊敬羡慕之处,在佛法里面这属于道业,他的道德学问,绝不是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不是这些,我们所羡慕的是道德学问。 现前知识当中,他的德学与佛法相应,我们可以跟他学,如果他的德学跟经典所讲的不相应,我们对他应当是敬而远之。 敬而远之,是我们尊敬他,远是不向他学习,不跟他学习,这较远,不是有意躲得远远的,那就错了,那就没有敬意,不跟他学习,这是我们正确做人求学的态度。 我们再接着看底下一段,赴次的藏,未来是中,若天若人,随夜报应,若再恶去。 注解里面一开端引经上一首记,这首记也是大家所熟知,经云,假使百千节,所作业不亡,因缘会玉食,果报还自受,这是佛说的。 这话是真话,假使百千节,是真的,不是假设的。 所造的叶,叶习种子落在阿赖耶食之中,阿赖耶是个仓库,藏在这个里面永远不会失掉,永远不会变质,这个事情很麻烦很麻烦,这是因,叶因,遇到原他就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 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 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节前所造的善恶业因,纵然过无量一节,遇到原还是要受报,这正是所谓,一饮一浊,莫非前定,谁定? 自己定,不是别人定,是自己造作的因,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 迷惑人敢造业,糊涂,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业,所以经上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是觉悟的人,众生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那个怕来不及,没用处。 菩萨觉悟,所以对于起心动念他很慎重,很谨慎,与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为什么? 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赖耶实里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以后会有恶报现前,为什么去干这种事情? 所以决定不会起一个恶念。 纵然就有的恶习气欲源起现行,诸位要晓得,我们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这时候觉悟的人,这一念才起来立刻就把它控制住压下去,念佛人是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这就是功夫。 所以要晓得阿赖耶实这些夜洗种子,时时刻刻起现行,晚上做梦也是起现行,他要不起现行,怎么会有梦中的境界? 梦中境界都是夜洗种子起现行。 所以会用功的人,就在这个地方下功夫,用一句佛号,一句菩萨名号,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为什么叫你常常念佛,多念佛? 你念佛阿赖耶实里落的是佛的种子。 阿赖耶实含藏的种子无量无边,所以变现出虚空法界,使法界依正庄严都是夜洗种子的现行,你怎么能怪外头的境界? 外面所有一切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自己重习现行,于人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才在境界里面深妄想,分别,执着,起心动念,觉悟的人了解境界现象,知道它是一回什么事情,顺境也好,恶境也好。 我统统是自己阿赖耶实里面,夜洗种子变现出来,所以它在顺境里面也不起心动念,逆境里头也不起心动念,泰然除之,这叫真修行。 在一切境缘当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真功夫,真修行。 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觉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不糊涂,对于所有的现象,它的理事性向,夜因果报,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白,这是正觉,所以,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说尽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与这五个字相应,你就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也就是经上讲,住真实会,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会以真实利益,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叫我们的机功内德。 可见德,可见德机功内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会,会以众生真实之利,那这一句话有名无实,真正落实我们晓得应当怎么做法。 我们看看这个世间就是佛在经上所讲,经里面讲,未来是中,是指佛灭度以后,若天若人,这是讲六道里面一切众生,随夜报应,实在讲六道众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这四个字也就说清楚,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这医生来做人,我们做人来干什么? 随夜报应,过去生中要做的善,你来享受善报,过去生中造的恶,你在这里接受恶报,所以佛讲,人生仇业,这四个字也就是把人生做了一个总结语。 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 是来酬长你夜报,你来干这个,六道众生没有一个事例外,你都是来酬长你自己的夜报。 可是我们迷惑,在酬长夜报的时候,又继续不断在造业,这个事情麻烦,这真是因果循环,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大了,所以在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离的时候。 轮回的现象非常精微细密,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个人,过了几十年死了之后,再到哪一道轮回,这个箱太粗,极其细微的箱在哪里。 念头,你从其心动念里面觉察到轮回真相,你才恍然大悟。 我们的轮回念念在轮回,念念是因果的循环,因果的转变,因果的相续,这就是轮回的真相,所以它在念念之间。 因为恶的念头多,恶的行为多,落在恶去,恶去,是指三恶道。 天台大师告诉我们,他讲十法界每一法界里头都具足十法界,所以称为百界。 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就知道六道里头每一道都具足六道,你仔细观察,人道里有人道里面的天道,有人道里面的修罗道,有人道里面的畜生道,有人道里面的恶鬼道,地狱道。 我们都是的人生,这人道,在乡宗里面讲这是影业,引导我们到这一道来投身,我们都得的是人生。 我们所享受的环境六道不同,有人享受天道的生活,福报大,有人过的是非常苦的生活,地狱的境界,同样是人生,这叫满业,满业是善恶果报。 所以叶分两种,一种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受生,另一种是你受生之后你的受用。 天台大师讲十法界,讲十界范围就更广,人道里有佛道,人中之佛,人中的菩萨,人中的身文,原觉,再加上这四众那就是十法界。 每一界都具足实如是,法华经,尚所说,每一界里头具足十法界,这是一百法界,每一法界里面具实如是,就是千如。 智者大师读,法华经,把,法华经,上这一段的经文展开,让我们看到事实真相,智者给我们开这个例子,好像数学上一个公式一样,你套着这个例子再一开眼,你就看到法界的真相, 从从无尽,华言,里面跟我们说的,百界,每一界里头再开百界,这就是一法界,然后在一界里面又具足一法界,从从无尽,大臣经上常常用大梵天王的罗网来做比喻,也是说明这一个事实的真相。 然后我们才能够稍稍体会到,诸佛菩萨的智慧,诸佛菩萨观察,我们对于事实真相能看到几分,他们看得多么透彻。 我们如果在人间,在人间里面看到人间有六道,你的眼光算不错,你透了一层。 可是任何一法其身无底,其广无边,你看得越深越广,显示出你的智慧深广,智慧深广无尽,法界里是无尽,我们从这个地方才能稍稍体会,诸佛菩萨无尽的智慧,观察到法界无限的深广。 我们学佛要学的是什么? 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 法界里面真正契入之后,无所谓真望,无所谓空有,无所谓来去,也无所谓隐显,那是你真正契入。 没有契入可以有这些说法,这些说法总归结,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讲相对论,你没有契入是相对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是相对的。 入进去之后就无所谓相对,相对的理念就没有,消失,相对的是相当然更不存在,这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是我们发心学佛希求的一个结果。 这时候才将虚空法界一切问题都总解决,在佛法里面正的无上正等正觉,自信智慧德能源源满满的恢复,圆满的现前在没有一丝毫欠缺,这是入这个境界。 下面经文是世尊主父的藏菩萨,要以他的智慧神力去方便救护,这显示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爱护关怀,这个恩德永远是无尽的。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个经明天可以讲圆满,明天把它讲圆满。 德藏菩萨本愿经,第五十一卷,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一。 请先开经本,刻著,卷下第九十六面,看经文第一行。 灵舵去中,或至门首。 是诸众生,若能念的一佛名义菩萨名,一句一记大臣经典。 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 于是人所,现无边生,未遂地狱。 浅令升天,受圣妙月。 这一段是说末法时其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恶道当中, 菩萨救护众生最好的十节因缘,是在他还没有堕落之前, 也就是说在临终他还没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这个时候救护罪方便。 往生经里面我们看到,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都能够往生, 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心里很不平, 好像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做什么错事, 一生念佛临终还不能往生, 造作罪业的人一生的罪业,临终念几句佛就能往生, 似乎太不公平,这是凡夫的见解,实际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 道理是什么? 境界是刹那刹那随心在转变, 我们凡夫实在是粗心大意观察不到, 有很深定宫的人他看得很清楚, 眼前境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相,都是刹那在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会很大,变化很大是随着心在转, 心里面起大的变化, 身相跟生活环境也起很大的变化。 我们觉察不出来是我们起心动念变化太小, 没有起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境界上的变化也就幅度就小, 我们很难观察得到。 灵命中时他自己知道一身造的罪业深重, 这时候回心转意, 一心念佛, 变化就非常之大, 转境界也大幅度转变, 道理在此地。 造作罪业的人能转, 我们为什么不能转? 同样能转, 是他肯转, 我们不肯转, 这就没法子, 这里头决定没有说是公平或者不公平, 没有这个意思, 这都是凡情妄想, 分别, 执着, 不是事实真相。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转凡成圣是一念之间, 转地欲为极乐世界也在一念之间, 问题就是你这一念, 是不是真的彻底回头? 关键在这里。 所以善导大师讲的话没错, 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 你心真实, 转变就干净利落, 转变就快速, 你一直不是用真心, 这就难了, 佛菩萨也帮不上忙。 此的讲, 灵度去中, 去, 是恶去, 或至门守, 恶到到门口还没进去, 进去就麻烦, 就不好转, 没进去这时候最好的机会。 是诸众生, 若能念的一佛名一菩萨名, 或者是, 一句一记大臣经典, 这时候念记住前面讲, 至心称念, 才有效, 境界就转得过来。 如果不是至心称念就不容易, 灵命中的人心比平常人确实来得恳切, 这是在紧迫的关头, 他那个心赚了, 那个心真诚, 所以转变就容易, 转变也快速。 这一句是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 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 有福德, 我们讲向前面所说至心称念, 或者是一心称念, 一心是善根, 称念是福德。 下面一句这是佛主父菩萨, 如以神力, 方便就拔, 这是因缘, 善根, 福德, 因缘三个条件具足, 他能够离祸得福。 于是人所, 献无边身, 这是菩萨献身, 献身来给他说法劝导他, 他见到菩萨劝导一念回头, 地狱境界像就没有了, 离开地狱他就能身善道, 如果能念佛, 决定往生净土。 你们看看经文上, 这是, 一令升天, 这个字应该是, 浅, 你们经本上是, 以, 浅, 才讲得通, 以, 讲不通, 这个字把它改过来, 浅令升天。 这些事情在, 净土圣贤录, 里面记载, 唐朝张善和就是一个好例子。 张善和临终的时候, 地狱相限前, 这是很幸运遇到一个出家人, 他正在叫救命的时候, 出家人走进去看他, 知道这个情形点了一把箱拿给他, 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他念不到几身, 他说牛头人不见, 他是杀牛, 屠户, 看到好多牛头人来问他讨命, 这是地狱相限前, 念了几身牛头人就不见了, 接着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 可见得那个一念心真诚, 救命。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疑惑的心就可以断除。 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记诵。 耳时世尊, 耳说记言。 现在未来天人众, 无精英勤复主乳, 以大神通方便度, 勿令堕在诸恶去。 前面世尊再三的付托, 在这个地方又以祭送来众父, 我们看到佛对于六道苦难众生, 他的关怀爱护无为不至。 我们不读, 地藏经, 不知道佛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 读了之后才知道, 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 真的是念念都不忘, 入班涅槃之前还把这桩世情付托给的藏菩萨。 的藏菩萨如何度托都在这部经上, 理论方法果报都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耳时的藏菩萨摩赫萨, 胡桂合掌, 白佛言。 世尊, 为怨世尊, 不以为律。 这世地藏菩萨也是非常虔诚, 接受世尊的父主, 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出世之前, 度化众生的使命他承担。 未来世尊,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于佛法中, 一念恭敬, 我一百千方便, 度托世人, 于生死中, 速得解脱。 这段话最重要就是, 一念恭敬, 我们着重, 一念,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做到。 一般人念头杂, 念头乱, 感应的力量就很微弱, 如果是一念, 一念是专心, 专一, 就是, 冷言经, 上所讲的, 静念相继, 一念是静念, 没有疑惑, 没有夹杂, 所谓, 一念恭敬, 就是智心恭敬, 真心的恭敬。 在, 佛法中, 佛法, 此地是广义, 不是狭义, 有很多人没有学佛, 甚至于信仰其他宗教, 佛法中的解释是于绝法当中, 他明白, 他觉悟, 明白什么? 明白善恶果报就在眼前, 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在, 佛法中, 所以不一定他是个学佛的人。 只要他觉悟, 佛法是绝法, 只要他觉悟, 以一念真诚求救, 忏悔求救的藏菩萨也一定帮助他。 百千方便, 就是随类化身, 应以什么身份帮助他, 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份。 菩萨示现在宗教里面, 我们在《带经》里头看到很多, 《华严经》里面示现婆罗门身, 示现外道身, 这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领袖, 宗教里面的传教士, 应以这种身份出现, 佛菩萨就示现这种身, 劝导他断恶修善, 劝导他回头事案。 我们在这个经上诸位看到, 前面所讲的, 潜令升天, 寿圣妙月, 为什么不说, 潜令往生, 不退作佛? 为什么不说这个话? 这就说明这个忏悔的人, 求救的人未必信佛, 如果他信佛, 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 他是信基督教, 信天主教怎么办? 劝他升天, 你才看到这个经的意思多广, 普度一切众生。 六道造作罪业众生, 实在讲六道众生遇到佛法学佛的人少, 没有遇到佛法造作罪业剁三图的多, 那难道过去没有闻过佛法那就不救他, 哪有这种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看, 地藏经, 上常常讲帮助他升天, 不学佛的人都相信有个天堂, 几乎所有的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想升天, 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 新量要拓开, 不可以说是他不信佛教, 我们就跟他对立, 那就错了, 完全错了, 佛度众生是普度一切众生, 我们发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这个愿是圆满的, 决定不能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例外, 我不度他, 哪有这个道理, 你的本愿就不相应, 所以新量一定要拓开。 众生对我们有分别, 有执着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决定是以清静心, 平等心, 慈悲心, 全心全力地帮助他。 帮助他要注意, 他不了解佛法, 不认识佛法, 甚至于对佛法有误会, 绝不劝他学佛, 要懂这个道理。 他信仰基督教, 一定劝他回到上帝身边, 我们的说法有没有错? 没有错。 他们的上帝, 我们从他经典修学的理论跟方法, 大概是刀利天, 他真的到了刀利天, 刀利天主常常理请佛菩萨在天宫说法, 所以他学佛因缘这一生没成熟, 生到天上则成熟了。 诸佛菩萨度众生不及在意时, 这一生的缘不成熟来生, 来生不成熟后生, 生生世世一定帮助他离开苦难, 不施恩德, 与佛有缘, 所以要懂这个道理。 你用这种态度, 善巧方便接引众生, 教化众生, 一切众生都欢喜。 尤其现代大家所提出的多元文化, 我们要懂这个意思, 对于任何族群, 任何宗教, 任何学派, 我们真诚地恭敬, 效法普贤菩萨, 礼敬赞叹供养, 这是跟他结缘, 到自己将来成佛, 这些有缘的众生必定的度, 没有成到之前先结法缘, 缘要节的广, 决定没有分别执着。 他有一念恭敬心, 就能够接受别人的善言劝导, 如果一念恭敬心都没有, 你以善言劝导他不能接受, 道理在此地。 只要他有一念恭敬, 他明白觉悟, 就可以劝他断恶修闪。 下面经文说, 何况闻诸善事, 念念修行, 自然于无上道, 永不退转。 前面是有了觉悟的心, 真心回头, 菩萨都帮助。 何况闻诸善事, 念念修行, 这段是讲学佛的人, 前面所说的未必是学佛的人, 这个地方是学佛的人。 学佛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 念念当中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 没有正道之前, 正道佛法的标准是明心见性, 戴经里面常讲, 破异品无名, 见一分真性, 或者是说, 正一分法身, 在, 华言, 原教初驻菩萨以上, 这叫正果。 在这以前都有过失, 见性之后可以说没有过失, 为什么? 用真心, 在这以前都是用妄心, 相宗所讲我们用什么心。 八十五十一心所, 我们用这个心, 用这种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 用这种心是哪些众生? 十法界, 十法界以内都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 诸位在, 百法明门论, 里面念到一身性, 十法界是一身性, 一真法界是同身性, 同是跟佛相同, 佛用真心, 初驻菩萨用真心, 跟佛是相同, 叫同身性。 十法界里面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跟佛不同, 所以叫一身性, 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每天要反省, 要减点, 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都有过失, 你能够找出自己的过失, 发现自己的过失, 在佛法里面讲这叫觉悟, 开悟, 开悟是这个讲法, 觉悟到自己的过失, 把过失改正过来, 这叫修行, 念念修行, 天天改过, 天天自修。 一个人如果真正能发心, 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 一天不要多, 一天改一个错误, 天天改, 不断地改。 三年你就超凡入圣, 你就不是凡夫, 那个时候你是真菩萨, 不是假菩萨。 菩萨跟凡夫不同, 凡夫迷, 不知道自己有过失, 当然他就不能改过, 菩萨跟凡夫不一样, 菩萨知道自己有过失, 天天改过, 永无止境地在改过。 到什么时候自己没有过失? 圆满成佛,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名媒魄, 还有过失。 所以我们晓得同样是等觉菩萨, 他们也不平等, 每个人犯的过失不一样, 当然在等觉菩萨非常非常的轻微, 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出来, 佛能看出来, 他们自己能够觉察到, 比他低的这些菩萨决定见不到, 所以到佛这才平等, 佛佛道同, 烦恼习气断尽, 这个时候完全相同。 说这些话最重要的用意就是提醒我们自己, 一定要知道自己有过失, 一定要反省, 一定要改过, 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够勇猛精进, 而不退转。 说是与时, 会中有一菩萨, 明虚空葬。 虚空葬菩萨, 也是学佛同修都能够熟知, 清廉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们看注解第一行, 从第三句看起, 此经, 史文书发问, 为非大智, 末时的藏端倪, 这个经开经第一句谁说的。 这个用意都很深。 中空葬收科, 这个经到最后什么人来做总结, 收科我们现在讲总结。 以非太虚安明大事化机。 乃射有归空, 全甲及空意也, 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此的讲太虚, 此的讲空, 都是说真如本性, 换句话到最后统统消归自信, 这一词多深。 下面说, 而空葬问福利者, 乃从空谈有, 全空及甲义也。 空甲不二, 当体集中, 圆融妙形, 同归密葬, 故中呼虚空藏也, 这是把虚空葬菩萨做全经结束, 这个意思给我们说出来, 也就是平常讲一切消归自信, 这才是真正的圆满。 下面注解诸位自己可以看, 介绍虚空葬菩萨的来由。 白佛言, 世尊, 我自制刀利, 文鱼如来, 赞叹的藏菩萨微神势力, 不可思议。 菩萨自己叙述, 世尊在刀利天公开这个法会, 他知道立刻就赶来参加这个法会, 在法会当中不断地听世尊, 赞叹的藏菩萨微得神力, 度化众生种种功德都是不可思议。 未来世中,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乃及一切天龙, 文词经典, 及的藏名字, 或詹理形象, 的几种福利。 的藏菩萨功德既然是这样的殊胜, 不但是加穆尼佛赞叹, 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即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 赞叹一切也赞叹不尽, 因为菩萨的功德称性, 性德没有边际, 所以赞叹不尽。 虚空藏菩萨在此的还是待我们请法, 这些事情他哪里不知道, 他也是等觉菩萨。 特别是未, 未来是中, 未来是, 包括我们在内, 都是待我们起请, 这能看到菩萨对我们的关怀, 对我们的爱护。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前面讲一面善心。 不但是人, 除了人之外六道众生, 一切天, 天是诸天, 龙, 这是代表护法的这些天神们, 龙, 也代表畜生道, 虽然没有讲三恶道, 以龙来代表, 天龙就是其他五道都包括在其中, 六道一切众生。 文词经典, 即的藏名字, 的藏菩萨的德号, 或者是詹理形象, 的几种福根利益。 诸解里面跟我们说, 我们也把他念一念, 准的持, 的持菩萨所讲。 福吉布施, 持戒, 忍辱, 依禅, 依经浸, 修行师戒四无量等, 是明福分, 这事讲修福。 六道凡夫没有见性, 自性里面虽然具足无量的功德, 它不起作用, 不能现前, 六道凡夫的福报都要靠自己修得。 修哪些是福? 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来, 这是菩萨的六度。 六度除了般若度之外, 其余的五度统统是修福, 般若是修会, 成佛我们赞佛, 二尊足, 二旧是福, 会, 足是圆满, 这两种圆满, 福, 会当中佛是最圆满, 所以佛是最尊最贵。 学佛怎么能不修福? 没有福报自己修行有障碍, 衣食都不足, 修到就很困难, 没有福报你就没有办法度众生。 佛叫我们度众生, 跟众生结缘, 跟一切众生接触的时候, 以哪一桩事情为先? 不施。 你不送他一点礼物, 跟他结各善缘, 你就很难度他, 所以不施非常重要。 尤其是才不施, 跟一切众生接触第一桩事情才不施, 他能生欢喜心, 然后接着再是法不施, 无谓不施。 他对你有了好的印象, 知道你对他是善心, 是诚意, 他就肯接受你的教会, 接受你的劝告。 福非常重要。 下面又说, 盖善明福利, 利是利益, 善就是真实的利益, 感报田鱼, 这个意思就是你感得的果报, 能够称心如意。 现在这个人他既然读经文明, 瞻仰的藏菩萨形象, 他一定有所得, 但是不晓得得多少种福利, 多么大的福利, 这是菩萨为我们向世尊请教。 注解底下两句是从理上讲我们要懂, 须知福利由心, 心能造福, 这两句话很重要, 一定要相信。 这一次居士灵, 李牧原居士发心要建弥陀村, 要办佛学院, 而且完全不收费, 谁敢做。 弥陀村他现在画的图, 将来里面可以住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天天要吃饭, 不收费钱从哪里来。 谁都不敢发这个心, 他敢。 他凭什么? 他懂这个道理, 福由心, 心能造福, 他凭这个。 这是一般人虽然读佛经读这几句话, 还是不能相信, 李牧原居士相信, 所以, 信佛, 这两个字好不容易, 他真相信, 信就有感应, 感应不可思议。 有一次他跟我说, 新加坡许多老人院, 那个老人院是救济院, 救济老人孤苦无依无靠, 老人院收留养他们, 老人院都有人发心来照顾老人, 我们这些念佛的人反而没有福报, 还不如老人院, 这讲不过去。 他这个话说得好, 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 决定有人供养, 人不供养天神会来供养, 为什么? 人不晓得这大福报, 大福田, 天人之道。 我们在古书里面读过, 唐朝中南山的道宣律师持戒很严, 老法师日中一时, 一天吃一餐, 谁来供养他? 天人来供养他, 每一天给他送一拨饭来, 那是个持戒清净的人。 今天念佛堂这么多人, 虽然不能说是每个人都往生, 只要有那么一个, 两个, 一个, 两个往生去做佛, 大家都沾光, 佛菩萨, 天龙善神来供养, 总不能说供养这两个人, 其他的不照顾, 没这个道理, 大家都沾光, 决定有诸佛护念, 龙天善神照顾, 李牧原居士相信, 所以他有胆子他敢做。 将来佛学院, 佛学院恐怕也不收学费, 不但不收学费, 衣食住行还要供养, 也是这个道理。 培养这些年轻法师, 弘法立身, 续佛会命, 当然这些人一样也会得诸佛护念, 龙天善神拥护, 只要你发真诚心去做, 决定能做的成就, 道理在此地。 下面这两句话那是理, 太深的理, 心上不可得, 金刚经, 上讲三星都不可得, 福利在哪里呢, 这是讲理。 说明虽然的福利, 不执着福利, 这个福利就是真实的。 下面起请的话, 为愿世尊, 为未来现在一切重等, 略而说之。 不求佛系说, 大概跟我们讲讲就好了。 他也非常体念释迦牟尼佛, 不能让释迦牟尼佛太劳累, 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时候年岁很大, 当立天宫下来之后, 我们就知道讲, 大涅槃经, 一日一夜, 佛就入灭。 请看经文, 一百零一面最后一行。 佛告虚空葬菩萨, 地听地听, 无当未辱, 分别说之。 菩萨起请, 佛一定会跟他说, 在说法之前佛一定嘱咐他要地听, 地听, 用现在的话来说, 仔细地听, 他的深意也不可思议。 住解第一行一开端就说, 夫善说法者, 无说无事, 善听法者, 无的无闻, 那是真正的地听, 这不是我们的境界, 这是法身大事的境界, 我们的境界仔细听就可以。 下面佛就开示。 若未来是, 友善男子, 善女人, 见地藏形象, 即闻此经乃至读诵。 香花饮食, 衣服珍宝, 不失供养, 赞叹瞻理。 得二十八种利益。 这一段是略说修法, 也就是怎样修服。 这一段文不长只有两行, 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字, 我们必须要留意到, 第一个是, 善, 善男子, 善女人, 善, 最低的标准好善好的, 这是必须具备的条件, 这样的人见到的藏菩萨形象, 供养菩萨形象决定不是迷信。 为什么供养形象? 见到形象就提醒我们菩萨的教会, 是这个意思。 如果不闻名, 不见像, 菩萨的教会很容易忘掉, 所以明根像最重要的意思,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要懂得效法的藏菩萨, 学习的藏菩萨, 你的福报就大了。 下面, 香花饮食, 衣服珍宝, 不失供养, 这个意思前面都详细说过, 表自己的敬意, 总表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 所以供养不在这些形式, 形式是表法, 供养必须要晓得依教修行供养, 这事是尊对我们的期望。 普贤菩萨在, 行愿品, 里面告诉我们, 一切物质的供养总比不上法供养, 无量无边的不失供养不及法供养, 法供养里面给我们说了七条, 第一条就是, 如教修行供养, 我们依照经典教会去做, 这就是真正的供养。 所以世上供养是表法, 香, 表性, 表界定, 华, 表音, 饮食, 表蓄佛会命, 衣服, 表忍辱, 珍宝, 表福利, 它用来表法, 这里头决定不是迷信。 赞叹, 这是把这个法门经典为人演说介绍给别人, 推荐给别人, 这是赞叹, 言教, 用言语来宣传, 这是赞叹, 礼瞻, 是深教, 做出来给别人看。 这个样子你才真正叫修复, 下面才得, 二十八种利益, 因果决定是相应。 可是有很多人读了这个经, 去请一尊的藏菩萨形象供在家里, 天天烧香供花, 早晚供饮食, 得不到果报, 后面二十八种利益一种都没得到, 然后再骂佛这个经不灵, 这个经不可靠。 他为什么不能敢的果报? 意思完全错毁了, 只着重这些形式, 意里面依旧是贪甜吃慢, 这怎么能敢的果报? 这段文字, 字字句句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修应才敢果。 这是世尊亲口所说, 决定没有妄语, 决定不过分, 你真正能依照, 地藏菩萨本愿经, 修行, 你的得利益。 意者天龙护念。 天龙, 是护法神, 佛家讲天龙八部, 护法神, 他护念你, 我们一般讲他保佑你。 二者善果日增,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这个人心善行善, 见像文经读诵公仰是行善, 又能为人演说, 此的没有为人演说的字样, 他用赞叹李瞻, 就是为人演说。 在一般经上佛对我们的嘱咐, 受持读诵, 为人演说, 这话佛常讲, 金刚经, 的篇幅很短, 只有五千多字, 可是这一句话佛重负多少遍, 一部, 金刚经, 念下来, 其他的句子记不得, 这个几句会记得, 重负变数太多了。 受持读诵, 为人演说, 诸位看看这一段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受持读诵, 为人演说, 赞叹是说, 李瞻是演, 演说。 所以他善果当然天天增长, 善增长, 恶就消除, 换句话说, 他的业障天天在消除, 他的善力天天在增长, 照着这个经文理论方法修行的人。 三者即圣上因, 圣上因, 是成佛之因, 你现在在修因。 四者菩提不退, 菩提, 是讲菩提心, 菩提心最简单的讲法决心不退, 这个人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事, 对物, 不迷惑, 不颠倒, 他觉悟, 时时刻刻都有高度的警觉。 五者一时风足。 风足, 不是我们一般想象很多很多, 不是的, 那就错了。 风足, 就是决定不缺乏, 修道人知足常乐, 这才是真正的风足, 他不缺乏, 需要什么到时候他都能够遇到, 都能够得到。 六者即异不灵, 能够远离疾病。 这两个字上面是疾病, 下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传染病, 他都不会遇到。 为什么? 心清静, 心慈悲, 心善良, 就不会遭遇这些病苦, 这些疾病与心地有密切的关系。 七者里水火灾, 这些灾难你遇不到, 你能够免除。 八者无道贼恶, 这是人为的灾害, 强盗的抢劫, 小偷的偷窃, 你都遇不到。 这种遇不到是说你在某一个时候, 你命里头注定会遇到这些, 这个能够免除, 那才真的是利益。 你命里头跟人家没有讨债还债这些关系, 那个不算数, 你命里头有, 会遭遇到, 这个时候免了, 这才算是你修行功德转变的境界。 九者人见清静。 一个修行人, 真正修行人, 心地善良慈悲, 待人诚恳和蔼, 恶人见到你也对你恭敬三分, 这是一定的道理。 诗者鬼神住持。 正如同监牢的神所说, 真正如教修行的人鬼神都慰护, 时时刻刻保佑你。 十一者女转男生。 女生比男生苦处多, 如果不愿意受女生, 要想的男生, 能不能转? 能转。 可是也有人愿意受女生, 底下讲。 十二者为王臣女。 国王大臣, 身富贵之家, 都可以得到。 发这样的心, 多半都是菩萨, 以这种身份来度化众生, 来利益社会。 十三者端正相好。 我们常讲相随心转, 心好像就好。 十四者多生天上。 这是说你修福, 福修得大, 福报大人间没有地方享受, 享天福。 十五者或为帝王。 我们晓得是坚古时候的帝王, 现在每个国家地区这些领袖, 领导人, 都是过去身中修大福报, 他才敢得。 没有福报的人, 这个位子他得不到, 不但得不到, 给他他也受不了, 这个正是所谓, 一饮一酌, 莫非前定, 你命里有的决定有, 命里没有的求不得。 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过, 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官接受给你, 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人就死了, 这个例子我看过很多, 你只有这么大, 这么高的位置, 再往上一生, 你还没有得到人就走了。 所以说是世间功名利路, 都是自己前世今生所修, 大多数的人前世所修, 今生你遇到善知识的指引, 今生修今生能够转业, 向诸位熟知的了凡先生, 原了凡家庭赐讯, 里面所说, 他是当身转过来, 这里头都有道理。 十六者素质命通 素质命通, 就像现在诸位所熟知特异功能, 那是他素氏, 前几天有一个人送了一个光碟给我, 我也不晓得谁送的, 昨天我看了一看, 里面有一个四岁的小朋友写书法, 写得非常好, 居然四岁小朋友写的字已经刻在杯里面, 写得这么好, 天才! 那是素质命通, 不是这一生, 过去生, 像这个事情也是很多。 十七者有求皆从 这就是我们讲有求必应。 为什么他有求都有应? 他业障消除, 没有障碍, 所以有求必应。 十八者眷属欢乐 这是儒家讲自己诚意, 振兴, 修身, 齐家, 一家欢乐, 都有道理。 十九者诸恒消灭 命里面有灾难, 我们讲意外的灾难, 恒事是意外的灾难, 命里头你会遇到, 这个时候它也消除, 业障消除了。 二十者夜道涌除 夜道, 是讲恶道, 原本有罪业 它应当堕恶道, 现在决定不会堕恶道。 二十一者去处尽通 去处, 我们人死了之后十法界, 摆在我们面前是十个道路, 一般凡夫受业力的牵引, 自己没有办法选择, 这很苦恼, 被业力牵着走。 觉悟的人, 有智慧的人, 可以自己选择, 那就自在, 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 都没有障碍, 欲戒天, 色戒天, 声闻, 圆觉, 菩萨, 都凭自己选择。 二十二者夜梦安乐, 凡夫都会做梦, 告诉你不会再做恶梦, 常常做恶梦, 自己要警觉, 为什么会做恶梦。 恶的念头多, 恶的习气多, 才会做恶梦, 所以从做梦也能体验, 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 二十三者先亡离苦。 你的家亲眷属已经过去, 托你的福, 你修行的好, 修行有功德, 他们沾光, 能够离开恶道, 能够减少痛苦。 二十四者速福受身, 你将来投身, 成你的福报, 你一定身在福地, 身在有福的人家。 二十五者诸圣赞叹, 诸圣, 是指佛菩萨。 二十六者聪明立根, 聪明立根, 是从法不失德的果报, 你里面有称赞詹理。 二十七者饶慈敏心, 你的慈悲心, 悲悯怜悯一切众生心会增长。 二十八者必尽成佛, 毕竟成佛, 是讲最后, 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不退成佛, 将来总会有这个缘。 这个缘不定是在来生, 不定是在后生, 决定会遇得到, 因为常常有诸佛护念, 有地藏菩萨加持。 这是讲你的这么多的利益。 这段经文清连法师有注解, 注得也非常之好, 诸位可以去参考。 再看底下这段经文, 在一百零七面。 赋次虚空藏菩萨, 若现在未来, 天龙鬼神。 文的藏名, 礼的藏行。 或文的藏本院是行, 赞叹詹理。 世尊答复分成两段, 前面这一段讲二十八种福利, 是对末法众生善男子, 善女人, 依教修行人所说的。 这边这段, 因为他问包含有六道众生, 人依教修行得二十八种利益, 其他的五道, 诸天鬼神, 佛在此地把这个意思也说出来。 这段里面关键的字眼, 文的藏名, 文, 很重要, 礼的藏行, 礼, 礼面就有修行, 礼静赞叹, 这是讲现在未来天龙鬼神。 我们读经有天龙鬼神在听, 我们肉眼看不见, 可是能够觉察得到, 你的心越清净, 越容易感受到。 纵然是一个人读经, 在一个房间读经没有人看到, 有天龙鬼神, 往往在这时候我们闻到一箱, 最平常遇到的事情。 箱从哪里来? 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 特别是在初学, 初学读经不会烧箱。 古德告诉我们, 有天神从这个地方经过看到你读经, 他停一下和掌恭敬赞叹, 他身上有香, 才能闻到有一香。 有时候有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经典的时候, 心地要很清静, 这个时候心地慈悲, 心地善良, 你在研究讨论, 有的时候天龙鬼神经过, 他看到他也停一下, 也在这里和掌给你致敬, 往往在这个时候, 一些人在一起大家都闻到一箱, 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听说, 自己也曾经经历过。 所以我们读经, 我们研究讨论修行, 不要认为没有人见到, 我们肉眼看不到, 无形见到的很多。 你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你要觉悟, 我们起各恶念, 干各坏事, 不要认为没人知道, 天龙鬼神全知道。 你可以瞒人, 你瞒不了鬼神, 所谓是,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是事实。 他们, 闻得藏本愿是行, 怎么闻到? 是因为我们读经他听到, 我们读经出生, 不出生都没有关系, 出生当然更好, 不出生一个字一个字也是这样念下去, 都能有感应。 我们与天地鬼神一切众生感应到交, 都是新的作用, 前面跟诸位说心动念他有波, 及其维系的波鬼神能够起感应, 能够与他们的波相感应, 他们就知道, 他看到, 他听到了, 所以他, 赞叹詹理, 詹理是致敬, 的七种利益, 他们恭敬赞叹詹理的时候, 他也得利益, 意者速超圣地, 圣, 是指菩萨的果位, 能帮助他提升境界。 如果是一般世间善, 是法的善, 讲, 圣地, 这是讲诸天, 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到, 读儒家书的人, 读到家书的人, 乃至于读其他一切宗教经典的人, 也能敢得天龙鬼神闻名礼敬, 他的, 速超圣地, 这是升天, 因为他听到东西不一样。 佛经能帮他超凡入圣, 我们读经不但度人, 也度六道众生。 二者恶业消灭, 这些鬼神是凡夫, 不是圣人, 他在六道, 他没有离开六道, 他烦恼习气还是很重, 常常闻法受佛法的熏陶, 恶业种子渐渐就消灭, 鬼神如是, 我们又何尝例外? 我们自己要想自己功夫得利, 所以佛教给我们, 三福里面就劝我们, 读诵大臣, 今天天要念。 不但要念, 最好是天天要讲, 讲是什么? 讲是劝人, 劝人也劝自己, 真正的利益是自己。 我们讲一部经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一部经从头讲到尾的利益最大是自己, 听众有很多他没有时间他就不来听, 他有缺课, 讲的人一堂都没缺, 听的人常常缺课, 所以讲的人是得圆满功德, 听的人不见得圆满,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没有成就之前, 讲经是自立, 所以我们在讲台上, 我也跟诸位同修说过很多次, 我们是以学生的态度在讲台上实习报告, 坐在台下都是我们的老师, 都是兼学, 我们在台上把自己修行所得, 向老师, 向兼学, 向家长, 提出报告而已, 用这样的心态, 自己的的利益圆满。 哪一天真的我们明心见性, 成愿再来, 才可以说我讲经说法给别人听, 没有见性, 没有成就是讲给自己听, 勉励自己, 大家在一起共同勉励, 恶业习气怎么会不消除? 所以不断地讲。 有很多人说我喜欢讲经, 我不是喜欢讲经, 我要消业障, 我用这个方法消除业障很有效果, 所以说老实话三个月要不讲经, 毛病习气就现钱, 天天讲, 天天劝, 天天压, 降福住, 展开经本就是面对佛菩萨, 接受佛菩萨的教会, 要懂这个意思。 三者诸佛护灵。 护, 是护念, 灵, 是感应, 感的佛来护念。 四者菩提不退。 常常保持菩提心, 觉悟的心, 好善的心, 利益众生的心, 这是菩提心。 五者增长本力。 本, 是本有, 自信里头本具, 本具的什么力。 那个力就不可思议。 佛在经上常讲, 全十二制, 这是讲最多, 增长根本制。 根本制是清净心, 是平等心, 在大乘经里面所谓, 三昧正寿, 这个意思也非常深广。 根本制很不容易得到, 我们今天所得到是相似的, 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根本制法身大事才有, 十法界的众生没有, 十法界众生四圣法界是相似位, 六道凡夫修的再好事观行位, 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 为什么? 清净心达不到这个水平, 我们今天讲清净, 也许烦恼还会起现行, 也就是是非人我, 贪甜吃慢, 不知不觉它还会起作用。 根本制从哪里来? 根本制是清净平等, 心真的到清净, 清净是不生烦恼就清净, 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 才能达到平等, 清净平等的心就是根本制。 班若经, 上讲, 班若无知, 这是根本制, 它起作用的时候是, 魔所不知, 班若无知, 魔所不知。 我们今天是有知, 有知那就有所不知, 我们变成什么都不知道, 学习以为这是知, 未必是正确的知, 有的时候搞错, 曲解错解了。 这才要依靠佛的经典, 佛所说的正知正见, 我们所体悟到跟佛经对照对照, 如果我们所体悟到跟佛经上所讲的一样, 那我们的见解思想就正确, 如果我们所体会跟经典上讲的不一样, 那自己一定要反省, 要减点, 我们错了, 佛经没错。 依照佛经的标准, 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修正过来, 这叫修心, 这叫从根本修。 心地清静就生智慧, 这个智慧自己可以受用, 也可以利益一切众生, 这叫后的智, 魔所不知。 所以说是, 增长本力。 诸解里面讲到, 身形菩萨, 具足卑制二增, 这个说法也好, 他除了讲智, 两种智之外, 他讲慈悲。 智慧现前, 慈悲心一定升起, 智慧越广, 慈悲心就越大, 这一定的道理。 六者宿命皆通。 这是我们讲神通, 神通佛在经上讲, 一定力而现前。 神通是本能, 本能为什么丧失掉? 心思乱本能就不现前。 过去我在美国, 有一位同修遇到中国大陆特异功能的人, 他们凭肉眼能够看透一个人内脏, 有这个能力, 他们叫X光眼。 有一个同修就让他看一看, 试验试验他, 结果人家看了之后, 他说你早年的肺结核, 现在已经好了, 还有一个疤在什么地方, 告诉他, 他自己下了一跳。 早年确实的过这个病, 从来没人晓得, 结婚这么多年, 连丈夫都不晓得, 被他说出来, 他说真厉害。 然后就问他, 你这个能力会不会失掉? 他说, 会。 怎么会失掉? 知道事情多, 头脑复杂就失掉。 他们这些人对外面接触的很少, 保持自己清净心, 跟佛法讲的相应。 所以能力智慧都从清净心里面深, 你的心越清净, 你的智慧得能就越强, 道理在此的, 越复杂就越糟了, 是非人我, 贪甜吃慢越少越好, 你自信里头的智慧得能纷纷往外透, 这个东西是大障碍, 自己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特别是我们要学教, 将来要想利益众生, 经典都是就近圆满的智慧, 我们展开如果用一个烦恼的心, 乱心锁, 你是决定得不到利益, 你不能解其意。 诸位同修要想把经讲得好, 讲得很圆满, 没有别的, 清净心而已, 远离明文立养, 远离五欲六成, 精卷展开佛的意思你就明了。 为什么明了? 佛的意思就是自己信得, 所以你才会明了, 是自己的信得。 宿命皆通。 七者必尽成佛。 因为你读的是佛经, 任何佛经到最后殊途同归, 决定归无上菩提, 所以是, 必尽成佛。 这是的七种利益。 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 耳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 不可说, 诸佛如来, 即大菩萨, 天龙八部。 刀立天宫的大会, 大会圆满, 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体会到, 大会一开端十方一切诸佛都来, 这些诸佛如来在这一会里面, 没有一个是中途退席, 没有, 都是一直到法会圆满, 这个殊胜, 不可思议, 我们在一切经里面没有看到过。 哪一次是加木尼佛讲经有这么多佛来听, 没有。 华严经, 上, 无量寿经, 会上, 我们也看到十方菩萨来集会, 没看到佛来, 佛讲到重要地方诸佛来给他做证明, 来示现一下。 哪有这个法会自始至终十方一切诸佛一个没有缺, 统统都来, 你才知道这个法会的重要。 所以这个法是佛家的根本法, 大乘法里头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基础, 是根本, 离开这个基础, 任何法门决定修不成功, 非常非常的重要。 文释迦牟尼佛称阳赞叹的藏菩萨, 大威神力, 不可思议, 叹未曾有。 这一句诸佛如来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赞叹, 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 他们来作证。 是石刀利天, 这是讲道场, 与无量相华, 天衣诸鹰, 诸是珠宝, 鹰是鹰洛, 这是天地的祥瑞。 供养是迦牟尼佛, 即的藏菩萨乙。 一切众会, 具复詹理, 合掌而退。 一切众会, 包括诸佛如来。 再次的詹理, 恋恋不舍, 这样才散去。 我们在此的看总结的经文跟一般经不一样, 一般经文总结后面有, 依教奉行, 此的没有, 合掌而退, 为什么? 诸佛如来, 这一回非常不寻常。 清廉法师在此的住子住得很好, 诸位可以细细看看。 这部经今天我们把它讲圆满, 这一次是为九化山道场, 今年的法会起讲这部经, 也因为受时间的限制, 有些地方没有能够细说, 所以我们想下一周接着, 我们把这一部经重新再讲一遍, 因为这一遍我们没有讲圆满, 底下这一遍我们要把圆满补出来。 好, 今天法会到这里圆满, 谢谢诸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